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551集 兽穴男子一死 满地黄沙立即消弭 硝烟脚下立线火焰 迅疾又蔓延出了一片火海 丹燕几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们虽未亲眼看见硝烟斩杀兽穴男子的过程 也不知道硝烟对硝烟男子施展了灵魂斗技 但硝烟男子被硝烟秒杀了 却是事实 虽说硝烟男子的实力降到了七星初期 可硝烟斩杀他时 也只是七星初期的斗气波动啊 一个七星初期秒杀另一个七星初期 这完全不可想象 硝烟这一击 无论是胆识 还是对实际的掌控 以及实力的展现 都无愧于新生代第一爵士天才的名头 像是对待一个格外棘手的对手 苏心等四人紧了紧手中兵刃 神情变得凝重 而丹燕却尽是醋意的嫉恨 他为什么那么强 他怎么能那么强呢 勋儿的男人 真的那么优秀吗 尤其是苏心等四人对硝烟的重视 更让丹燕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击 硝烟平静地看着丹燕 脸上并没有得意之色 杀了受血男子 只是保证了他可以随时遁形火海 但并未使危险的情势得到根本性扭转 双方的实力对比依然悬殊 必须再继续消灭丹殿一众的有生力量才行 而硝烟的平静 看在丹燕眼里 却是一种无声的张扬 醋意最能让一个人失去冷静 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 男人甚至更甚 丹燕铁青着脸对视着硝烟 双眉如拉弓一般缓缓促起 然后他猛然如一头猎豹般 爆射向硝烟 血剑斜斜扬起 血光随见势 凝化为一道血色瓶链 对着硝烟披斩而去 血色瓶链中 隐隐响着金戈铁马的铿枪声 透出可怕的杀伐之气 似乎有万千将士在其中血战 与此同时 有一道由血光凝成的披风 披在了丹燕身后 披风上 不停变换着丹燕率领麾下 与敌作战的各种虚项 此时的丹燕 斯文气质全无 他满面煞气 双目透着无情的冷酷 仿佛变了一个人 其实 这才是丹燕真正的战斗状态 或者说是 丹燕最强的战斗状态 因为丹燕修炼的是杀伐之道 谁能想到 丹殿的大公子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自身气质又是温文尔雅 所修竟是冷酷无情的杀伐之道 难怪丹燕在丹殿执掌的是武唐 武唐的执掌者 本就需要有果决的杀伐 感受到了丹燕 那极强的杀伐之势 但极岩没有闪避 也没有像之前那样 马上遁形火海 而是力批出了天火哼骨齿 极岩想试试丹燕 以及肯定马上就会出手的苏心四人 战力究竟如何 为接下来如何战斗 做到心中有数 丹燕能在丹殿执掌武唐 虽有她是丹殿殿主大公子的缘故 但却并非仅仅因为 她是丹殿殿主的大公子 她在修炼上 却有很不俗的天赋 否则她也不能寄身于 她那一代的天才之劣 天火哼骨齿 刚与丹燕的血光痞恋一接触 极岩便心神一荡 一股煞气 从血光痞恋中 顺着天火哼骨齿直冲她的脑海 仿佛要让她屈服于这股杀伐气势 要她臣服于丹燕 好在极岩的心智 岂是寻常斗地可比 只一刹 心神就从恍惚中摆脱了出来 天火横骨齿便匹为横 抖出重重持影 将血光匹炼 拦截了下来 苏心的攻击这时到了 战青色利剑 以一个奇异的角度 绕开了萧炎的重重持影 刺向萧炎的泪下 萧炎盲向下撩齿力波 并借力向侧一个弹射 躲开了苏心 这刁钻灵力的一击 好难得有萧炎直面应战的机会 苏心立即身如灵猴般 矫腱铺出 狠辣地挥出十几道光剑 照刺向萧炎 被萧炎拦截下的丹燕的血光匹炼 也如有灵性般 在空中一折 配合苏心 卷向萧炎 都是身经百战的抢手 如此之好的战机岂能放过 与此同时 朗初和另两名七星后期斗地 也合身扑来 朗初挥劈紫金弯刀 砍出了上百道雷电 自萧炎头顶上方劈下 一名七星后期斗地 直冲而至时 金铁重拂以横扫千军之势 横斩萧炎 另一名七星后期斗地 则略空至萧炎身后 对萧炎身后 抡开了一对铜锤 何为 想何为我 哼 萧炎历史展开身法斗技 同时把油炎画三尺 施展得精妙绝论 小一也及时轰出了咄咄火炼 油炎画三尺 可不只是能画出火海 顾名思义 一招就有三尺 虽威力不能和千尺无影相比 但特别适合 以少占多时的油斗 加之小一和萧炎心有灵犀 血色火莲 每每在萧炎最需要帮助时 准确轰出 与萧炎的油炎画三尺 配合得天衣无缝 萧炎在闪转腾挪中 居然与五人还互有攻守 单艳五人 一时间并没有占到多大优势 两个七星巅峰 加两个七星后期 再加一个七星初期 五对二围攻一个七星初期 和一个只会释放天火火莲的 不知是人是灵的小婴孩 好一阵 竟然都不能取得实质性战果 丹燕脑急 一边躲避着小一的火莲 一边对另两队大喊 你们两队都给我快点杀 不能把丹燕逼得太急 对丹燕 苏欣等五人的战力 也已有了大致的了解 萧炎戏谑一声 这就急了 不急不急 小爷慢慢玩死你们 玄机身形一个极略 窜进火海 顿心不见 你 妈的 丹燕 苏欣等五人 赶紧恢复以前的战位 丹燕和苏欣一起守在 靠近龙翼一组的火海一侧 朗初守在靠近孝战一组的火海一侧 生怕萧炎去偷袭另两队 两个七星后期的 则在火海上方游异 只是两个七星后期的 不像之前是分开游异 而是在一起 形影不理 七星后期的受血男子被杀 丹燕等五人 再无让萧炎不得不献身的手段 丹燕看看另两队 尽管占尽优势可就是拿不下的战况 再看着只有火焰在熊熊燃烧的火海 不仅有些想暂时置萧炎不理 先去帮另两队解决掉萧炎的六个伙伴 再来围杀萧炎了 但丹燕又很犹豫 他不敢赌硝炎会不会置伙伴们于不顾 而趁机独自逃走 人哪 总是会以自己的行为准则 去揣夺他人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人不为己 天诛地命 假如是他丹燕遇到这样九死一生的险境 只要有机会 他是一定会独自逃生的 他相信 斗地大陆每一个他认识的大人物 包括他父亲 也都会只要有机会 就赶紧逃掉 不过 总不能被萧炎这样干耗着吧 那就兼顾一下 只要另两队尽快解决战斗 十三个人合在一起 把火海团团围住 萧炎就是插翅也难飞 只有死路一条 主意一定 丹燕队两个七星后期下达了命令 你们两个 取那两队帮忙 务必尽快解决战斗 是 两名七星斗地 欣然领命 萧炎之强 连五人联手都奈何不了 现在萧炎就顿行在他俩脚下的火海中 随时可能现身 对他俩发起夺命一击 他俩时刻都提着心吊着胆 他俩很羡慕另两队里 那两个七星后期斗地 可以几乎没有危险地 快意虐战几个六星巅峰的 哪像他俩这样 紧张得要死 现在丹燕命他俩去另两队助战 他俩自然是欣然领命 可萧炎岂能让他俩去龙翼孝战两组参战 而且他俩这刹那的心神一松 正是萧炎九四之机 焉能放过 就在他俩一紧手中中斧和手中铜锤 正要各自向龙翼一组和孝战一组略去之际 他俩的背后 响起了萧炎野鱼的声音 哼 留在这儿吧 哪儿都别去 惊恐不已 重斧斗地和铜锤斗地紧忙转身 重斧斗地连皮出七道浮影 铜锤斗地击舞出重重锤影 可哪有萧炎的人影啊 七道浮影与重锤锤影重击在了一起 轰然声中 重斧斗地与铜锤斗地势均力敌 各自朝后亮枪了几步 辨试时 漫天驰影乍现集合 一柄血红锯齿裹挟着炽热火焰 顺着二人对看的方向 劈向了二人 与此同时 在火光中机不可见的两条细如丝线的鸿芒 同时闪入了二人眉心 999尺合一的千尺无影 加灵魂斗技新建 萧炎要一尺劈杀了这两个七星后期斗地 这一尺可不是萧炎以七星初期的斗气施展的 而是萧炎 急过青木儿子影南尔明风暴 四人及时传来的斗气 以七星后期的斗气施展而出的 七星后期的萧炎 战力足比寻常的七星巅峰 999尺合一的千尺无影 又是准胜皆斗气 劈展两个被新建亲了石海 而一时无法做出反应的两个七星后期斗地 足够了 血红巨齿 以劈山斩月之势 首先劈在了铜锤斗地的脑袋上 血肉头颅 哪惊得住萧炎这一批呀 铜锤斗地的脑袋 当即像熟透了的稀果般 被劈开了花 血红巨齿 于是不减 又劈向众斗地的脑袋 然而就在这时 众斗地从头到脚 有灰白的光亮起 刹那间 就在众斗地的身上 凝出一副灰白石甲 严实地 只露出众斗地一双惊恐的眼睛 宛若实化 众斗地醒了 并及时施展了防御斗技 砰的一声 血红巨齿 劈上了众斗地的脑袋 众斗地的石甲防御斗技 真够强的 被萧炎这一耻 在脑袋上劈得这么实 居然 他只是被劈趴在地 头顶的石甲深凹下去 裂开了道道裂缝而已 不过 萧炎以七星后期斗器 全力施展的准圣阶斗技 千尺无影 岂是众斗地 这样一个普通七星后期斗地 施展的防御斗技 所能完全抵御得下的 众斗地的反应 不可谓不快 一趴地 便立即站起了身 只是 他已有些站不稳 摇摇晃晃晃眨眨眼睛直甩头 他被萧炎这一耻 劈懵了 或许是被劈成脑震荡了 这时 丹燕 苏欣和朗初 对在距众斗地 不远处现身的萧炎 发出了斗技 并急俗赶来 想阻止萧炎 对众斗地 在下杀手 可萧炎正未 没能将众斗地 一耻毙命郁闷着呢 哪会放过再次 将众斗地击杀的机会 小一历时又出现在萧炎头顶 这次小一没有端坐下来 他一出来 就气呼呼地嘟着嘴 两只藕一般的分手 不断扔甩出连串火莲 似乎要把萧炎盾行火海时 他不能跟着盾行 而只得回萧炎体内待着的愤懑 发泄到丹燕等三人的身上 夺夺火莲的爆炸 抵御了丹燕等三人的斗技 也阻止丹燕等三人的赶来 漫天吃饮又乍现集合 一柄血红巨齿 照着众斗地又当头披下了 众斗地这时已经站稳了 也不眨眼甩头了 可是他的身子是僵直的 他的表情是痛苦的 他的眼神是恍惚的 他又中了萧炎的灵魂斗技新建 而且他这次中的不是一道 而是五道 发了狠的消炎是可怕的 你不是灵魂防御很强吗 那我就让你中五道新建 保证你在死之前醒不过来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血红巨齿又狠又准地 披在了众斗地头顶石甲的深凹处 迸发出炽烈的光芒 众斗地的脑袋 顿时迸裂出一片红白 众斗地死了 真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就死了 众斗地一死 萧炎立即把斗气 回还给青木儿子影南尔明和风暴 在小伊的漠然消失中 隔着火海对丹燕扬了扬嘴角 又遁形在了火海之中 被小伊的火连锁阻而不能及时救援 只能眼睁睁看着众斗地被萧炎劈死 又眼睁睁看着萧炎挑衅完了 从容遁形 丹燕气得差点吐血 他索眉一凝眼神 连声大吼了起来 团队斗技 用团队斗技 水无物 一落 尽快解决了战斗 过来会合